北市下午下起大雷雨,瞬间暴雨造成多出积淹水, 基隆路排水系统一度容纳不了雨量,造成路面大片积水, 还淹过机车排气管导致部分机车抛锚, 甚至民众在网络分享基隆路傍晚淹水影片, 调侃成基隆路以便基隆河,顺便提醒他人要避开该路段。 另外,新生南路,长安东路二段,西义路三段, 约大安森林公园区段,小巨蛋周边等路段傍晚六十前后 也陆续传出有积水淹过半个轮胎高的情况, 节约东盟站旁地下到甚至海积水1.3公尺高。 新宫处表示,下午雨是过大,多处路段排水沟容量都饱和, 导致路面严重积水,积水也惯有地下连通道, 由于一般地下道不向接运站通道与出入口设有水闸门, 加上排水沟一时仍无法容纳抽水量, 因此即便抽水机都正常运作, 地下到积水才会出现超过一公尺深的情况。 台北市下午瞬间暴雨酿多处路段积淹水, 台北捷运东盟站旁地下连通道也淹水, 积水一度有1.3公尺深。 图新宫处提供。 分享。 北市傍晚多处路段严重积水, 水还淹过机车排气管高导致不少机车抛锚。 图取字脸书社团爆料公社。 分享。